终于天亮了 可是 还是好困呢 你们昨天半夜在吵什么呢 我都没有睡好 还没睡好 你睡得跟个猪一样 我 我看到宿舍那边着火了 我们去看一下吧 管他着火不着火呢 现在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不下雨了 假英文说得对 那些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伙伴们 赶紧收拾一下 我们步行下山吧 话说 昨天晚上能安全度过还挺幸运的 我还以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发生了 孙一航不是都看见了吗 别松我 我现在都有点怀疑 我是不是看错了 社长 是这条路 没错吧 能看到的路 也就只有这一条了 应该 没错吧 早知道 早知道的话 来的时候就不在车上睡觉啊 你们走的时候都看着点啊 要是遇到了过路的车 我们就能回去了 回去之后 我们还要去四种报道吗 应该要去的吧 毕竟我们把这里的状况和别的人说 也没人会上心的吧 那也不错 至少还能看见有人在 是啊 回去之后 我要狠狠地玩一天游戏 加我加我 五黑波 学长 你不是一直一个人单排吗 露露 感觉 有点不对劲啊 怎么了 你不觉得这里的雾越来越大了吗 你这么一说 谁 谁在那里 给我出来 创神弄鬼 露露 没事 都是自己吓自己 里面什么都没有 吓死我了 大家走近一些 这里的雾 确实越来越大了 别走散 你们刚刚听到了吗 难道是 雨雾中学的钟声 孙一航 我们走了多久了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不可能听得这么清楚啊 好声就在 前面想起的一样 难道我们 不是吧 我们又回到雨雾中学 社长 你确定我们没走错 下山就这么一条道路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走到了插道上转回来了 结果自己并不知道 刚刚我们有转完吗 山路曲曲折折 肯定有过 这次 咱们走直线 哎呀 十一 没事吧 一木 大家慢一点 这里屋太大了 我都快看不见你们了 我们之前浪费不少时间了 再慢下去 天黑都下不了山了 这 大家 把领带都解下来吧 两头系在一起 每个人抓着往前跑 这样就不会走丢了 好主意 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会走出去了 伙伴们 雾变淡了 我们加紧 马上就要出去了 领帽 你干啥停下了 那里 那里是 我们又回来了 啥 一定是我们没有跑直线 这一次 我一定 算了吧 领帽 你一直在前面开路 脸都被花伤了 休息一下吧 可恶 可恶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还是回去吧 大家一定都很累了 马上要天黑了 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孙玉航 去哪儿啊 我再去宿舍那边看看 行李总是放我下 走 一块去吧 那不用了 我和方生瑞去就好 你留下来 和洛洛一起照顾展英文和迟一吧 现在这个样子 他们只能靠谱这些学长了 对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 走吧 孙玉航 包括你哦 果然啊 怎么了 本来我以为我看错了 但是经历了白天 奇奇怪怪的事件之后 看到这完好无损的宿舍楼 我反而倒确定 这间学校 到处都透着古怪 天又黑了 又开始下雨了 离学校越远 屋就会越浓 视野会变低 最后还是会绕回学校 如果白天 我们爬到更高一点的地方 这就屋淡一点的时候 观察好路线 你冷静一点 你要我怎么冷静 你告诉我 怎么冷静 这里没有点 没有信号 我妈妈连我在哪都不知道 又走不出去 就要困死在这里了 你还叫我冷静 林沫 我们要往好处想啊 放心 学长会照着你的 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孙玉航 你不是说了 去看宿舍那边着火了吗 怎么样 有线索吗 没 你不是故意说 网骗我们的吧 林沫 孙玉航骗我们 有什么好处 骗你 说到底发生这种事情 不还是你先穿上 那辆古怪的巴士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儿发脾气 喂 孙玉航 哼 想吵架是吗 你想的话 我奉陪啊 喂完 待续